接下來第十九版的位置 就是講一個叫Aloy合金的物體 首先合金的定義,大家也要背一背 因為有機會會問 就是一個混合物 的二或更多 因為看到後面有四樣東西混在一起 好像五樣都見過 而其中一樣是Metal 其中一樣,至少應該是Metal 因為有機會混合物體不是Metal 有機會有兩個Metal,三個Metal 亦有機會混合物體是暖Metal 例如Carbon,碳也有機會遇到 當中我們要讀的那些 其實我幫你歸納了,就是這七塊 當然你說合金Aloy就一定不止這七塊 但他考過的那些就這七塊 這七塊大家一起去看看 第一個叫Steel-Nestil 叫做不鏽鋼 就是FE加CR 加下去之後,顧名思義就是不鏽 它是Higher Resistance to Corrosive 即是對於腐蝕來說 它是有高一點的抗腐蝕的能力 第二個叫Metal Steel 就是FE加加Carbon 加加Carbon之後 其實它的強度會增強了 那為什麼強度會增強了呢 要你解釋的 曾經考過,好像已經考了兩次了 他說一般在鐵的時候 那些Atom是Regular Arranged的 即是一個很有規律的形式去安排的 那如果加了一些Carbon下去的話 就會令到裡面Regular Arranged的東西 其實有所改變 就是去到防止一個 Smooth Sliding of Atom Layer over each other 即是圓底你排得很好的話 一層一層 層一層之間是可以善害的 變相來說,你很容易 就被別人改變了它的形狀 如果加了一些Carbon 混在裡面的話,它就會卡住它 那你卡住它,變相來說就是硬一點了 那如果硬一點的話,可能它有些地方就要硬一點才是適合的 那它就會用Mouse Steel的情況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叫做硬鋁 中文同學 硬鋁,古名思義是鋁 再加MG,再加CU 那你要背的 人家真的訂這個名字給你 然後問你硬到哪裏,你不加什麼 那你懂得寫 那硬鋁,古名思義就硬一點 就硬,但是呢,就是輕的 所以呢,飛機呢 就找它做原材料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人說過 你不可以用鐵來做飛機 飛不起的,太重了 那所以就用鋁來做的 就是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但是你想想一想,如果用鋁來做飛機 就沒有人敢回答 因為你的鋁槍其實很柔軟的 兜裁踏下去已經歪了 那如果假設你的飛機真的用鋁做 就是很嚴重的 但是它不是用鋁做,它是用硬鋁做 就硬一點的 那就是又飛得起又成這樣 那這個自己認住它 那之後樓下呢,有一個叫做青銅 這樣的物體,是不是青銅 有沒有記錯 青銅,樓下那個才是黃銅 青銅呢,就是我們的CU加SN 這個物體啦 那就是加一個天 加一個石的意思 那它的特徵呢,就是強 但是呢,就會有個彈性在這裡 那用來做什麼呢 那根據它這麼多年考 就考過一次 就做船那些螺旋掌 那我不太知道為什麼的 那我猜的而已 螺旋掌可能呢 就是一個裝嵌來的 要嵌下去的 那如果你的木材是很硬 但是沒有什麼彈性的話 你就嵌不下去啦 可能是這個理由的 那你自己認住它吧 這個,沒什麼特色的 那下一個呢,就是黃銅 黃銅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COP加上我們的星 就是 MORE CORROSION RESISTANT 這個物體啦 那我記得有一年呢 它好像問你呢 那個喇叭 那個喇叭呢 就聽說是用黃銅做的 那他問你有什麼好處 那除了答這個呢 就抗腐蝕之外呢 我見過有個答案呢 就說黃銅呢 吹出來的聲音是好聽一點的 那這些其實真是好會吊詭的 就是你什麼好沒有聽 就是我又不是很識分 就是我又不是一些音樂人 那但是呢 他就這樣說啦 就是你說上去就照吹而已 那總之就是說呢 有機會可能見到呢 有一些的合金 用來做一些叫做樂器 那如果是的話呢 你假設你答到沒什麼好答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無敵的答案來的 好聽一點 那你自己記住它吧 那接著有一個喊錫 喊錫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SN加PB 而PB就是圓來的 寫在之前不是圓水事件 就是這一宗 喊錫呢 它本身裡面的確是有圓的 那接著那些圓呢 如果在水管裡面 喊錫完啦 又不知道什麼 留在水裡啦 讓你喝完啦 那轉過頭呢 有些人說還原毒 那時候那件事就是這件事來的 那但是事實上呢 它的圓底的確是這兩件事要拍住的 那個理由因為是拍完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那個MELTING POINT是低了的 MELTING POINT低了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容易辣溶它 辣溶了你才有用 喊錫,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的用途 就是以前呢 我們在家裏做錶呢 它們有玩這件事 兩頭你要令到它們搏通 那你不是拉電線過去的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你做那個 叫做錶玉呢 裡面呢 可能只有很細的一部分來的嘛 你把那條電線下去的大佬啊 那你就是要將兩頭搏通呢 就在中間加一種的金屬去連結它 就是這個意思 而最快的方法呢 就用一個旱石旱下去 因為它本身都是一種金屬來的嘛 它就會通到電的意思 那哪裏想通電呢 你就拉一些旱石下去 方法很簡單 或者一枝燒到很熱的辣雞 我們叫它做 那再放了一條呢 的旱石那些線下去 然後你辣完的時間 它就會立即溶了 溶了之後 又達了上去 接著 兩東西就乾了 變回固體 那它就可以搏通了兩邊 那所以這個Low Melting Point 這一個特性呢 它是覺得非常之那麼重要 而混這兩東西呢 就真的做到這件事 那所以為什麼混出來 那個的Aloy 那個金屬呢 那個合金呢 它這麼喜歡用 那個理由就是這個意思 就用來裝了一些的 Electrical Wire 就是搏一些電線 這樣的意思 那之後它叫十八K金 那十八K金是什麼呢 那這個我拍P篇的時候 都講過了 十八K金的意思就是 二十四份當中有十八份 是黃金 真的黃金 然後呢 剩下的那些六份呢 就是其他的物質 就叫十八K金 那其實有其他K金的 有十六K金 十八K金 有二十四K金 二十四K金就是 二十四份當中 二十四份是真金 其他就是其他的物質 二十四份 二十四份都是真金 那那還叫合金呢 如果二十四份 二十四份都是真金的話 那個就叫純金啦 的確 那個就叫純金 所以其實曾經 有一年就比你更陰 二十四K金是一個 A來合金 Yes or No 但是我是No 因為二十四K金已經是 100% 9999千 珠純金來的 那完全不是合金來的 這個自己留意一下 那用十八K金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因為硬一點 如果你全部用純金去做的話呢 就其實用手捏 都可以捏到它變形的 那這個呢 如果有些什麼手額啊 戒指啊那些啊 那其實如果你用純金呢 是很容易變形的 那所以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那那樓下也是啦 有中文版本啦 那那個的defination 是打多次給你看的而已 那那不鏽鋼啦 不鏽鋼呢 其實就是FE加CR啦 你要記住它的配方 那它有更高的 礦腐蝕的性 那然後它叫低碳鋼 就加強鐵那個的強度 那其實原因因為呢 鐵的結構裡面呢 鐵原子原體排列是很整齊的 如果加入了它的時間呢 就會令到它變得不整齊 就防礙了它們原子層之間 順滑的移動 那這個就是它的用途啦 那接著另外它的硬鋼啦 硬鋼呢就是硬啦 但是輕啦 那但是呢 它就用來製造飛機啦 的原材料來的 那接著是青銅啦 就是CU加SN啦 和黃銅銅的 CU加ZN啦 那所以其實兩塊東西呢 你要背得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那你就答錯人了啦 那它呢 就強度高啦 但是有良好的展性 那就是有彈性的意思啦 就曾經試過一年呢 就問它用來做什麼 就是製造呢 船的那個螺旋掌的位置的 那接著呢 就黃銅啦 就是抗腐蝕性啦 之前都講過啦 曾經用來做樂器的 就說好聽一點 這樣的意思啦 接著就是刊石 刊石是低的溶點啦 還有用來刊接的電線的意思 最後18K金呢 它就譯造18克拉金 好鬼死 不知道怎樣的 那它就叫做高的強度 就是硬一點的意思啦 那這個呢 就是關於我們的合金部分啦 那這個意思呢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這個意思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